做 两个撇一定要有区别 横 竖 不容易写要写的直 下面这个横要平 好 做 这最容易出现错误的就是这两个撇 本来这个 大家的写法就是这样 就是 非常 就是两个匹啊 但是在起工体书法里面 故意把它设计成一个是直的 又细又直 一个就是又粗又弯 这就是艺术的对比 它都这样对比 还有一个对比就是这两个数 这个数短 这个数稍微粗一些又非常长 这两个数一定要平行啊 这是必须平行的 横 三个横 一二三 三个横 在一刷体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刷体里面 它都是一二三 一模一样 三个横 但是 在书法里面 既会这样 所以说第一个横是这个姿态 第二横就变成个点 第三个横稍微短一些 把这几点都要写出来以后 你这个字就成功了 所以说 这个字啊 看着是 撇和竖 两部位组成 撇竖横 但是这撇竖横里面又大有文章 这些文章讲究 刚才就我跟同学们直接点出来的 剩下的就是同学们呀 这在道理明白以后 你然后去操作 不要急着拿着毛笔上一 就是 看着老师写的这么痛快 他马上去写 也不去 了解 这个笔划 为什么放在这里 这为什么放在这里 不愿意去思考 你现在不思考 你写多长时间 也没有这一步 为什么 因为以后所有的汉字 都要涉及到这类知识 这类知识是 在每一个汉字里面经常出现 你现在花时间 其他搞明白了 以后 你遇到那个字 你不用老师讲 你就能会写 所以我非常重视 一定要懂这个笔划 为什么这样写 要懂这个 不能笔葫芦画瓢 急着去描 描了半天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笔 它是这样 不知道它的原理 艺术的理论 它一点也不知道 这样写书法 书法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非常高级 高级别的一种艺术创作 你脑子 要是不愿意动这个脑子 在书法上 你不会有进步的 这也是我们的心理化 奋斧之言 有的教学培训班 它不讲这么多 反正是高兴 让你拿着字 描红字 去描 描完了以后 你很有成就感 看我写的字也挺像 实际上你是描出来的 这个笔划到底是怎么关系 你一点没有收获 因为老师没有跟你讲 你有什么收获 你学多长时间 你就 最后让你写个字 你写不出来 很多人练书法 练了多长时间 让他写个罪笔 他不敢写 写不出来 为什么 没有学会写什么 他不知道这个字 笔划 往什么地方放 没有按照我现在讲解的 去认识学习 所以说我的签字文教学视频 它是理论和操作 是同样重要的 我讲字的时候 包括这几个 我多部分是在讲这个理论 这个道理 道理明白以后 谁都会做 拿着毛笔去画两道 这个都是容易 不是特别难的 主要是这个笔划的 这个内在的规律 这个太抽象 没有书法家的 没有老师的给你讲解 你自己摸索 是永远找不到没路的 好 同学们 本期课啰嗦的比较多 下期课再见